各位来宾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由文化和旅游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在拉萨落下帷幕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自治区党委常委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第五届藏博会组委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任伟先生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第五届藏博会组委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任士平先生 请他们向大家介绍第五届藏博会情况和取得的成果 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媒体有 中央媒体 外国媒体 中央驻藏新闻媒体 自治区主要媒体和拉萨市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们 首先请任伟先生介绍相关的情况 各位媒体界的朋友 首先呢 非常欢迎大家参加和报道此次藏博会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 在中央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 在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下 在媒体朋友的积极参与下 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五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 自6月16日开幕以来 圆满完成了各项活动 借此机会 向关心支持第五届藏博会的各位朋友 各位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 我代表藏博会的职委会 在这里 将本届藏博会的举办基本情况 以及取得的成效 做一个简要的通报 本届藏博会 以畅游幸福新西藏 携手开创新增城为主题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批示 和新时代党的智障方略 突出文化旅游 强化国际交流 聚焦招商引资 旨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共同探讨西藏长治脊安 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携手开创西藏美好未来 努力把一个多姿多彩的 社会主义新西藏 展现给全世界 整个活动 半会半展有特色 展示展销有创意 招商引资有成效 全景展示了西藏经济发展 和谐稳定 生态良好 边疆巩固的大好局面 向世界生动展现了 西藏的时代巨变 和新时代以来 取得了全方位进步 历史性成就 真实展现了 各族干部群众 良好的精神风貌 宠谱的民俗风情 是一届具有国际特色 地域特点 时代特征的盛会 一 参加人数正多 本届藏幕会 共邀请外国政要 驻华使节 中央和国家部委嘉宾 以及有关省市代表团 专家学者 企业嘉宾和国内外 媒体记者 1458名 规格之高 范围之广 前所未有 尼泊尔联邦共和国 联邦院主席 蒂米尔西纳 蒙古国自然环境 与旅游部长 巴特尔登 等外国政要 应邀出席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文化和旅游部 教育部等 17个中央和国家部委 19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团 124家企业代表 出席或参加活动 自展览展示 和产品展销开馆以来 参观人群络绎不绝 展位前人头传动 截止到目前 开馆仅仅一天多 线下参会观展人数 已经达到了12万人次 全网收看开幕式直播人数 近千万人次 活动规模 参与人数 社会关注度 持续走热 二 活动主旗鲜明突出 本届藏部会 共举办11场活动 特别是 成功举办了 以新时代新起点 新发展 富能三区一高地 建设开心局为主题的 主旨论坛 论坛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西藏的四件大事 紧紧围绕 距离四个创建 四个走在前列 深度交流 新时代西藏高指向发展之路 350名中外嘉宾 齐聚一堂 贡献良策 自治区党委书记 王军正 发表主旨演讲 蒙古国 自然环境与旅游部长 巴巴特尔登 全球化智库 副主任 大卫布莱尔 福建省副省长 王精福等 十位代表 找演西藏发展 立足各自领域 围绕文化交流合作 特色旅游品牌打造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生态文明保护建设 等方面 分享了成果 凝聚了共识 汇集的智慧 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助推了西藏 长治纪安 和高质量发展 三 展览展示 亮点封城 围绕四件大事 四个创建 设立了 中央观星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区 创建高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 创建国家固边星边复明行动 示范区 原藏成就 媒体联合 西藏旅游 企域旅游产业 文化西藏 绿色工业 高新数字 现代服务业 编冒物流 中华藏医药 高原特色龙木产业 清洁能源 共17个展区 用图纹 食物 沙盘 视频 体验等形式 既讲党的光辉 照边疆 又讲边疆人民 新向党 既讲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 历史性跨越 又讲新时代十年多来 伟大成就 既讲全国人民的 无私支援 又讲西藏各族群众的 生动实践 充分彰显了 在以习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在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下 西藏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初风展示了 西藏的自然之美 人文之美 团结之美 开放之美 初风展现了 西藏各族人民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美好的幸福生活 四 产品展销丰富多彩 本届藏博会 共设置特色精品展区 九个 室内设置了 西藏特色精品展 高原特色产品 产业产品展 对口原藏省市产品展 国际精品展 自治区特销 供销社产品展区 第三级品牌产品展区 国内外消费品展区 共229个展位 尼泊尔 泰国 柬埔寨 不丹等16个国家 75家外商 应邀参展 612家企业 协近万种产品 参加展销 其中 区外参展企业 64家 区内参展企业 473家 西藏特色展品 不仅展现 传统的手工艺品 还展示了我区企业 最新的科研 和制造的成果 使得西藏传统 与现代 生活与科技 相得益彰 5 畅游西藏 前景广阔 本届藏幕会 举办了 西藏旅游营销推广大会 和西藏精品旅游 企业之旅 两项 畅游西藏活动 旅游营销推广大会 以国之大道 G219段 G219西藏段 西藏旅游 名宪集中推介为重点 邀请了文化和旅游部 世界旅游联盟代表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代表 以及中科院青藏研究所 中国旅游协会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 17个原藏省市和周边省区 旅游行政部门代表 旅游行业 央企主要负责人 国内旅游企业和 国内旅游知名人士等 200余人参加 西藏旅游营销推广大会 共签订了 6份旅游业合作协议 1份文化业合作协议 7个地市 分别与对口原藏省市代表 签进了旅游客员原藏协议 6招商影子成果丰硕 在6月17日的第五届 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 招商影子推介会 及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 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7个 签署了项目投资合同 60个 协议投资 531.83亿元 这些签约项目贯彻新发展理念 对接我区特色产业发展方向 前期工作扎实深入 能够很快落地见效 将有力促进我区特色产业 战略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为我区经济社会高指标发展 提供新动能 7.国际交流不断深化 除了刚才介绍的尼泊尔 蒙古政要率团参加藏博会 我们还邀请到 汤家 孟加拉国 等八个国家使节 韩国庆上兰道 尼泊尔加德满都等国际友成代表 历临盛会 外国嘉宾一致认为 藏博会 活动内容 丰富多彩 冲锋彰显中国西藏 独特魅力和发展活力 是走进西藏了解西藏的重要平台 尼泊尔代表认为 尼泊尔始终视中国为好朋友 藏博会的举办 将有助于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 变得更加活跃 将有助于提升中国 中国西藏在国际社会的声誉 蒙古国代表表示 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共同合作举办活动 确保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八 荣上藏博多姿多彩 本届藏博会突出智慧元素 首次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办会模式 搭建了线上展览展示和互动企业平台 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 展示了西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产品 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 在荣上藏博板块 设置了西藏旅游 文化西藏 高原体育 招商影资 品牌展商等专栏 充分展示西藏极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在互动体验板块 设置了特产优品 畅游西藏等专栏 上架近200种西藏本地优质商品 和近30条精品旅游线路 观众可以线上订购这些特色产品 旅游产品 还可扫码进入藏博会产品展销直播间购物 各位媒体界的朋友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 聚焦四件大事 聚立四个创建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 用好外力 增强内力 凝聚合力 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凤利谱写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再次衷心感谢各位新闻媒体朋友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 关注支持西藏 希望大家在西藏多走一走 多看一看 亲身感受西藏信心相容的面貌 独具特色的文化 壮美神奇的风光 希望大家帮助我们讲好中国西藏故事 传播中国西藏声音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 让西藏更好地走向世界 谢谢大家 感谢任伟先生的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提问环节 提问请举手示意 并报所属的新闻机构 请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提问 我是西藏报社的记者 就是咱们本届的赞博会 这个展览展示内容非常丰富 我想请问一下发言人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是这个取得的这个成效 还有呈现的特色 谢谢 好 谢谢这位媒体朋友的请问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本届藏博会 我们紧紧围绕 唱由幸福新西藏 携手开创新增城 这个主题 在展览展示和整个 藏博会的活动举办方面 我们主要呈现 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将党中央的关心 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 和西藏各族群众团结奉斗 结合起来 重点突出 党的光辉照边疆 边疆人民新向党 充分展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 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 全区各族党员干部群众 牢记领袖 共同团结奉进 西藏各项事业 取得了全方位的进步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新时代西藏 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不断呈现 二是通过实物展现和同资料 反映四个创建 取得的成俏 刚才也介绍了 我们通过图文 图表 视频 实物 互动 等方式 充分展示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进一步驻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各民族畅想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旋力 充分展示 各族群政 投身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场景 冲锋展示 西藏在建设生态文明高地方面取得的 重要的实践成果 冲锋展示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加快边疆建设 确保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的火热实践 三世讲文化旅游与经贸交流结合起来 全面展示 多个门类的文化特色产品和新时代西藏文化发展的新成就 突出展现 西藏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面貌 推介高原特色产品 比如 高原吹具 高压养仓 等一些新的产品 设置 农业产业的体验区 品鉴区 四世讲 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 展示西藏全面推动绿色工业发展的成就 展示西藏清洁能源发展成就 和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最新进展 全面展示我区高新数字产业发展的新成就 五世讲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 引入了文旅大舞台 飞仪活动小舞台 替台服装走秀 数字文化等现代元素 融合格萨尔说唱表演 唐卡 藏文书法 编织 金属锻造等优秀传统文化 春风展现西藏艺术文化的多元魅力 此次藏博会展览展示 举办 比较成功 这两天新闻报道里面 各方面的反应也非常好 为西藏文化旅游事业加快发展 搭建了高端展示 开放合作 经贸交流和宣传推介的国际化平台 春风展现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 春风彰显西藏生态之美 人文之美 历史之美 把一个生机勃勃 繁荣发展 未来可期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显示给世界 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 我就回答这些 好 请继续提问 请这位穿 咖啡色衣服的男士 请问 我的名字是 José Miguel Encarnação 我会订阅 的 Portuguese AndEnglish Macau Media Association And I'm here Because I'm also a journalist I'm here On behalf Of several Macau Media Mr. Spokesperson What Specific Measures As Investments And share of know-how With oth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Are there to Acelerat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 Investments I will give you An example Of project Investm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Project That includes Nine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Macau And Hong Kong That's only an example I want to give you As a project Big project Investment For your Autonomous region Thank you very much Jus Media I'm Po I come on from Rap Po I'm Po Italian Po In Po In Po In Po 就可以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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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两次公司部长来回答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做好招商引资签约后的下半篇文章 历来是企业家们非常关心政府高度关注的大事情 针对本届账博会签约的60个项目 我们将在优化服务,优化管理,优化环境上横下功夫 确保资金找到位,项目早开工 效益找体现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扎实做好包包服务 根据项目投资规模,分级建立领导包包服务机制 重点围绕政府省批事项推进联省联批 提升政务效率,加快落地进度 二是,切实加强台帐管理 将建立签约项目管理台帐 对资金到位,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等情况 进行全过程,无缝隙跟踪独岛 即使协调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 三是,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加大土地、金融等要素支持 优化政府省区流程 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努力创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营商生态 让企业家们在西藏放心投资 安心发展 好,请继续提问 请CGTN这位记者提问 发言人好,我是来自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我的问题是 昨天上午召开了藏博会的主旨论坛 那么能否请发言人简要介绍一下 论坛的召开情况 还有反响如何 好,谢谢这位媒体朋友的提问 主旨论坛是本次藏博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这次的主旨论坛 我们以新时代新起点 新发展富能三区一高地建设开新局为主题 共邀请了350名嘉宾参加此次主旨论坛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在主旨论坛上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同志 做了主旨演讲 全面阐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 聚焦四件大事 举例四个走在前列的理念 路径和举措 十名中外嘉宾围绕着论坛的主题 从多个方面 用详实的数据 生动的案例 分享了智慧经验 通过主旨论坛 让西藏的深厚历史底蕴 独特文化魅力 强劲的发展活力 得到了彰显 加深了国内外对中国西藏的了解 进一步促进了 蒙古国 韩国等 与中国西藏自治区之间 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 各方面各领域的友好合作 这次论坛将为西藏自治区 清洁能源发展提供更为清晰的路径 形成西藏自治区清洁能源基地 一基地两师范的新发展格局 旅游行业表示将积极推进旅游心脏 进一步加强在西藏旅游产业方面的投入力度 演讲嘉宾呢 提出了助力数字西藏建设的思路 阐述了中国 礼电行业 在西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些都将大力推进西藏特色产业 和优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与会嘉宾对新时代西藏的发展进步 在演讲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大家普遍认为 弄坛为大家了解和研究西藏各方面的情况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是一次互学互建的盛会 是一次深化友谊的盛会 主旨弄坛呢 也受到了新闻媒体界的广泛的关注 央视新闻 新华网 人民日报客户端 人民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青年报 中兴网 中国新闻报 环球网 澎湃新闻 新浪网 以及21个原葬省市和周边省市省级报社 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 纷纷报道 在各方共同关注下 藏博会的逐诊弄坛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对推动西藏长治九安和高地道发展 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路和经验 谢谢你的提问 好 请继续提问 请第一排穿蓝色衣服这位国外记者 请提问 你好 更加增加了更多。 谢谢。 请我的同事阮世平副秘书长来回答。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西藏是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拥有从高原冰川、雪峰、地热到浮泊、河谷、临海、草原、石地、草垫等丰富壮丽的立体景观。 局势文明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南马峰、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目大峡谷, 是全世界有可向往的圣地。 在第五届账博会上,西藏旅游以《倡有幸福新西藏》《西手开创新增程》为主题。 以高原丝绸之路旅游经济带、国资大道G219西藏段推荐、西藏旅游明线等为重点,开展专体营销推荐。 中科院青藏研究所就科学旅游做了专体推荐。 国内知名旅游企业分享了西藏旅游营销策略,并举行了文旅服务运营合作项目签约一试。 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领导,世界旅游联盟代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代表,行业知名专家学者,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是七个对口原账省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有大型旅游企业代表,国内主要在线旅游企业,国内旅游知名人士等,两百余人参加了旅游云霄推荐。 期间,围绕世界五级,地球第三级,亚洲水塔,高远丝绸之路,G219,西藏旅游民线旅游品牌,四川大学,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城集团等,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演讲和成果经验分享,中央助长媒体,八十家全国网络媒体, 以北家旅游内自媒体对活动进行了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云霄推荐会上,我们还签订了一系列运营合作协议,旅游合作协议,文化合作协议,科院原账协议,汇聚各方磅剥力量,进一步促进西藏旅游高质量发展。 同时,张博会嘉宾还受邀参加精品旅游泄露庭宴,充分感受西藏自然风光之美,历史人为之美,民主风情之美,包容开放之美。 我们坚信西藏美景能够让参会代表成为西藏的义务宣传员,必将不断提升西藏旅游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感谢你对张博会的关心,本届张博会比较圆满成功顺利,我们将在认真总结本届张博会经验的基础上,把下一届张博会办得更好,坚持国际化,高端化,特殊化,不断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新西藏取得的成就和发展的活力。 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心西藏,报道西藏,支持西藏,感谢你的提问。 下面请继续提问。 请第五排左起的第一位记者提问。 张修网记者,请问发言人,此次张博会展销的产品主要有哪些亮点?谢谢。 好,这个问题呢,请阮世平副秘师长来回答。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次,产品种类更加丰富,本届张博会有612家国内外企业,吸进万种产品参加展销,产品数量是上届张博会的三倍多。 产品中既有大家喜闻乐见的日常消费品,又有高科技含量的智能产品,高端品牌,既有本地特色的浓虚产品,又有异域风情的国际产品。 二是,产品特色更加显著,通过展区的科学分布,采取细分展览区域的方式,朗科各自领域优势精品,各展区产品,各具特色,共同呈现产品的特色化,差异化。 比如,通过汽车,房产,其地式特色精品,高原特色产品,对口原杖绅士产品的展示,更加凸显产品的特色。 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尼泊尔,泰国,柬埔寨,不丹等16个国家75家企业,以及洛高,戴森,大疆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代理商参展, 产销产品种类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 三是,产品科技创新更足,通过我区企业最新科研成果展示,体现产品科技创新力。 比如,展销的我区,农机具器饮发生产的农机装备维根机,我区高原炊具器饮发生产的高原炊具,高原水服,高原真香,泰蒙茶北等系列产品, 以及对口原炊审视五十余种电子科技产品等,可谓科技感,创新性十足。 四是,产品注农汇农效应更强,聚焦供销社未农服务功能,通过设置自治区供销社产品展区,展销我区, 五十余家,供销合作组织三百多种产品,突出展示供销系统,在发展农产品流通,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工作成果, 拓展农苏产品,产销对接新渠道,不断生化,为农服务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谢谢你的提问。 好,请继续提问。 请第一排中间位置这个男士提问。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请问发言人本次赞博会邀请了哪些外国嘉宾,安排了哪些对外交流的一个活动呢?谢谢。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赞博会是全面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魅力的一张精明片, 是国际社会了解西藏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和平台。 在本次赞博会筹备之初,我们就把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做一个重点考虑的事项, 积极邀请有关外国嘉宾参加此次赞博会。 这次赞博会呢,我们共邀请了160名外国嘉宾出席了赞博会。 在国际交流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出席活动的外国嘉宾的规格高,多名外国政要应邀出席。 尼泊尔联邦联邦主席加内什·普拉萨德·蒂米尔辛拉在开幕式上致辞, 并参加了主要的活动。 蒙古国自然环境和旅游部部长巴巴特尔登和韩国共同民主党国会三选议员都中焕在主旨弄坛上发表了演讲。 汤家等多国驻华使节也全程参加了藏博会的活动。 冲锋彰显了藏博会作为西藏重要国际性高端展会的定位。 二是参会的外国嘉宾代表姓广。 除了上述外国政要外,我们还邀请到各国民间友好团体、友好城市代表团、经济、体育等各国外国嘉宾 以及尼泊尔、伊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越南、泰国等国的一百多名外籍展商参加产品展销。 为藏博会期间文化交流、旅游推介、商贸合作等各项活动注入了鲜明的国际元素, 展现了西藏面向世界开放包容的崭新形象。 三是国际交流的效果好。 我们积极宣戒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党的智障方略在西藏的生动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 充分展现了西藏历史、文化、宗教、人文、自然等的特色, 让国际友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有了一个更加客观全面、生动现实的了解和认识。 我就回答这些。 接下来是本次新闻发布会最后一次提问,请提问。 请第二排中间位置的这位男士提问。 主持人好,发言人好,光明日报记者提问。 本届藏博会使用数字化的呈现方式,为嘉宾、观众和参展商提供便利。 请问发言人,这些具体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果? 谢谢。 好,这个问题呢,请阮世平福民医师长来回答。 好,此次大会充分发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优势, 四,扩大参会受众群体,为参长商和客商提供编辑沟通平台, 为有可提供丰富的线上互动、线上观看等功能, 并运用信息化手段,确保会务工作顺利圆满。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方面成果。 第一,依托强大的互联网平台, 本职会展大幅扩大了参会受众群体, 充分展示了开放、发展、美丽的新西藏形象。 线上赃博会平台自开通以来, 已吸引大量区内外访客, 截至6月17日,累计浏览近50万人次, 其中区外占比达到37%。 第二,我们为参展商和客商打建了高效可靠的在线参与 或线上商务卡摊平台。 商务卡摊板款,已实现1515人次的有效沟通互动, 同时为线上有口提供了丰富的线上订购购买方式。 仓有西藏,特产优品两个板款, 累计浏览人数达到15万多人次, 已开播三场网红带货活动, 人气峰值超过2000人, 累计销售额4百多万元。 第三,我们首次运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会晤保障, 通过智能收集发送统计和管理会晤数据, 实现了网上报名省效, 嘉宾信息核准,酒店住宿等信息的高效处理。 我们还采用全线管理和数据加密技术, 确保了规务数据安全口靠。 谢谢你的提问。 刚才任伟先生介绍了本次赞博会的有关情况, 两位发言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感谢我们的发言人, 感谢我们的记者朋友们。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